当蔡徐坤卷入打台风波的时候 许多网友开始质疑她的品德 并呼吁对她进行封杀 以免对公众产生负面影响 言人要证明蔡徐坤是一个有劣迹的艺人 需要有确凿的证据 因此网友们开始关注她参与的综艺节目《跑男》 忠惊 最近一季的《跑男泰国篇》以蔡徐坤为核心 吸引了众多嘉宾参与 投入了大量资源和资金 如果她是一个有不良记录的艺人 这两期节目肯定无法面世 而且她还需要赔偿跑男因此遭受的损失 跑男似乎也深知不能放出劣迹艺人的节目 但无法确定蔡徐坤如今能不能露面 于是乎连续两个星期节目组都选择 以调整的理由延期播放 以免受到蔡徐坤他房的影响 另一位博主也爆出消息称 跑男泰国篇播出无望了 节目组原本想把蔡徐坤的镜头裁掉再播出 但因为对方是这次的主题不好处理 可不裁掉片段又没法播出 于是节目组觉得不播了 但且 播主还透露蔡徐坤或将被跑男的节目组所赔上千万 因为这期泰国篇属于最后一期 出国使用了大量的经费 还请来了超多嘉宾助阵 本应该作为完美收尾播出 前段时间内与顶流爱豆蔡徐坤的他房大瓜 让整个娱乐圈都热闹了起来 无数网友纷纷下场猛踩蔡徐坤 希望看到他高楼坍塌的一幕 其中与蔡徐坤关联较大的综艺节目奔跑吧 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 据了解 蔡徐坤参与录制的奔跑吧属于最后一期 节目组织巨资请来了众多明星嘉宾 除了李晨 郑凯 贝比 白露 周深这几位常驻嘉宾 还有宋于起 王鹤帝 周深 杨云晴 以及宋于起的外国队友 阵容可谓十分强大 蔡徐坤的他房 使得奔跑把节目组头疼不已 哪怕想播出也没办法 只能不断延期播出 就在奔跑把接连两周 未按照原定时间播出最新一期后 王鹤帝的粉丝生怕自家偶像参与录制的 这期节目无法播出 纷纷在各大平台祈祷 称能接受奔跑把收官之战演播 绝不能接受停播 就在这条祈祷动态的下方 有自称是圈内知情人的网友 爆出万众期待的奔跑把最后一期 非但无法正常播出 甚至该节目都全部下架 被永久停播了 下周五属于奔跑把的排播时间 也安排上了中国好声音 实际上在此之前 就有爆料博主在奔跑把超话卷粉丝们别等了 蔡徐坤他访事件后 节目组曾采取剪辑 打麻等补救措施 不幸的是蔡徐坤作为最后一期的重点嘉宾 参与画面非常多 几乎一整期都是围绕蔡徐坤发展 哪怕剪辑师拼尽全力 却也因为剪太多导致剧情细碎 节目组也曾想过要不然放弃剪辑 或罐子破摔直接播出 上面又压着不让出现蔡徐坤的镜头 原本最后一期节目组就下重金 又是请来不少嘉宾 又是将拍摄地点安排在泰国 想让收官之战更加成功 没想到花费重金后却得到如今的结果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爆料博主还表示节目组已经放弃最后一期 蔡徐坤作为责任方也遭到节目组的巨额索赔 由她一人承担收官之战的投资金额 实际上除了奔跑把节目组找蔡徐坤索赔 就连她所代言产品的品牌方 也在一步步向蔡徐坤追究责任 毕竟每个一人签署代言合同 品牌方都会明确指出一旦一人自身出现问题 造成对品牌方形象严重抹黑 就得赔付巨额违约金 业内人也频繁现身吐露真言 称蔡徐坤所代言的合作品牌 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与蔡徐坤解约 撤下蔡徐坤代言的线上 线下宣传海报 降价甩卖应有蔡徐坤个人形象的产品 更是在卖货前率先画烂蔡徐坤的脸 由此可见 蔡徐坤如今却是大难临头 如果背后没有强劲的资本力保 恐怕只能如此惨淡地退出娱乐圈 将位置让给新人